5歲的妹妹李思源 在50萬個亞運城市義工當中年紀最小 雖然有點害羞 不過就肯乖乖地跟著7歲的姐姐和媽媽一起 在荔灣區參加大武士行動為人客大路 雖然是在街頭上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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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歡迎 亞運義工走在街頭 此刻都保持著無私奉獻之心 有求必應 一家人做義工 對黎燕敏來說依然非常之重大 我們會帶著他一起做 希望從小給他社會的責任感 不要讓他索取 他要去付出讓他有這種觀念 廣州市政府也招募黎燕敏的家庭 接待揚客住宿 他說已經準備好 向凍房的嘉賓展示戶客之道 一家人齊齊做義工目標都是一致 希望伸出援手之餘 也得到我們的讚賞 覺得廣州是和諧和善的地方 一起來更精彩 做義工無分老友 81歲的周家貞和妻子向尹平 就算行動不方便 就是靠把口呼籲自己的 國內和海外的朋友 齊齊來廣州 就是為了生我們國家一口氣 過去叫東亞病庫 現在我們這個很光榮的 83歲的向尹平是年紀最大的義工 雖然丈夫有心臟病 不過作為太太都很支持她做義工 她的身體並不好 但是她能夠參加這個養育 真不簡單 心臟病做了幾次手術 大母子行動 是廣州市政府推動的 亞運城市義工活動 50萬個參加者 在亞運比賽場地以外 提供一系列的服務 包括在主要的街頭的站點 為遊客解答而達 確保亞運舉行的過程順暢 香港歡迎電視記者 黃雄生在廣州報導